年后开工很多人会放鞭炮 不过高雄这一家律师楼 鞭炮放一放 然后员工把灰烬扫起来 闷在垃圾袋里面 但是温度太高 结果烧起来了 同时把这个办公室 整个烧的面目全非 放鞭炮来庆祝开工 没想到竟然这么旺 火蛇夹杂浓烟 从屋内的天花板串出来 消防队员赶到的时候 带着氧气面罩到屋内 傻嘴灌旧 火事没多久就被打袭了 一楼的办公室被烧得焦黑 空调 冷气机 电脑 还有许多的官司诉讼文件 都快烧光 律师事务所赶快请装潢工人整修 火怎么会烧起来 火怎么会烧起来 其实是过年开工 事务所大放鞭炮 但灰烬的温度很高 放在垃圾袋内 由于闷着整个烧起来 放面炮庆祝开工 原本是希望生意上门 但这把火把诉讼文件和资料 烧得面目全非 业者或许只能够安慰自己 果然很旺 中文字幕 梁嘉雯 高雄报道